我是真的没想到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怎么还能继续出视频 泼脏水是吧 原来把一个人做的事 讲出来就等于网报了是吧 等会人家问你怎么回事 你就说他把我做的事 都讲出来了 解决问题 请抓住核心论点 整件事情的核心论点 不是你发错不发错 也不是你最后 同意退货不退货 更不是我不同意 你退货之后 还出视频曝光 只是因为你 给了个扭曲事实的差评 站在你的角度想 我收获之后 直接给你拉黑了 你很委屈 所以你给差评 我也不是说 只是一个普通差评 就揪着不放 你可以给 但是请你实事求是的给 而你做出的事 就是纯为了回我账号 直接扭曲事实 全部乱讲 至于你视频里 说的所有原因 我都给你一个一个的回复 你一旦能赚多少钱 这个对于我们买家来说 一点关系没有 我们只是 想用对应的标价 买到对应的东西 至于你这个货源从哪里来 我们更不会在乎 当你货不对版之后 我给出的第一句话 就是换成代理版 或者退货退款 你居然理解成 我想到手刀这个 我是真的无法理解 我从来没有说你是骗子 我出视频 也一句脏话没说 纯摆事实 第二个你说 你是因为没看到 我给的评价 才给差评 我刚开始 压根就没有想着 叫评价 也根本没发 差评你可以给 但是请你实事求是的给 而不是你 直接扭曲事实的乱讲 拒绝小法庭的原因 我事先也说的很清楚了 我不想浪费时间 因为那个东西得 一直频繁举证 真的特别烦 至于你说 你把我们俩完整聊天截图 放抖音里 我就急眼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并没有 这是不是我的原因 我干嘛要去急眼呢 第三点 你说那个平台 差评根本删不掉 这个删不掉 难道还能是我的问题吗 你乱给之前 就得想好到底能不能删 而不是你是了很多次 发现删不掉了之后 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生气的点就是 不是我的错 我没先挂你 而你先挂我 我B站发动态的时候 可没有挂你任何ID 只是我自己发牢骚 第四个 我没有不依不饶 用几十万粉丝恐吓你 我只说了一次 如果这个东西 你搞不掉 我就会把这个是曝光 如果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我就属于是自曝 然后直接被攻击 直接大面积掉粉 但是并没有 因为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而你自己认为的 深正不怕影子 挟在事实面前 直接就是每件事情 都不站立 我出视频 一句脏话都没说 我只是把事情讲清楚 然后网友觉得 是你的问题 才去攻击 如果是我的问题 那么被攻击的 就是我自己 懂吗 第五个 你说你给我的解决方案 我不采纳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采用了你 最后一个解决方案 并且我出视频 全程没有说过 任何一句脏话 纯是说事实 第六个 你说我最开始就挂了 我确实是闲鱼上说了 你自己做错事 我在对应平台上讲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我买东西的闲鱼上 跟你的粉丝 差不多数量吧 你以为你挂的那些帖子 现在删了 我就不知道吗 你那污蔑我到手刀的 个性签名 现在删了 就等于没发过吗 第七个 你说我全平台都改主页资料 去搞你心态 你真的是想的太多了吧 我所有账号的资料 一直都是这样 只是因为我开账号 只是为了日常分享 也没想过靠这个挣钱 我只是分享我喜欢的玩具 分享他们的故事 但是互联网上的人 很多都会莫名其妙地乱喷 这个大家懂得都懂吧 所以我主页上会发发牢骚 我之前的主页资料 可比现在凶多了 只不过平台管控 不让我这样讲 才改成了现在的 我闲鱼上改成这样 也是你自己先做错事 乱给差评还污蔑我 你以为你追评里 骂我是疯子等不堪入目的文字 被系统屏蔽了 我就等于没看见吗 出现问题 不是讲谁先说谁就有理 也不是你没挣到钱就是可怜 更不是以自身观点 去掐头去尾的卖惨 对的就是对的 错的就是错的 你没错 那我发视频就等于自爆 但是通过事实证明 我并没有错 整件事情的核心论点 以及我自己生气的点 就是你纯为了害我 然后去给个扭曲事实的差评 并不是换不换退不退 我早就说我不退了 而且我已经重新买了 你知道现在还不清楚 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你给了扭曲事实的差评 但是现在消除不了 只能是你自己的原因 成年人做错事情 就得付出代价 至于网友和粉丝 对你的攻击 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虽然我并没有什么道歉的必要 如果是我自爆 那么骂的就是我了 想把这件事情彻底解决 只能是把那个扭曲事实的差评搞掉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还有最可恶的是 还想着用我买东西的手机号 在各个平台发验证码 来骚扰我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没想到我注册账号的时候 根本没有用这个手机号吧